各位观众朋友新年好 今天是2022年1月3日 欢迎收看今年的第一期中国财经节目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马上来看今天的新闻 美国、中国和其他三个被统称为 五合国的核武器国家 于今天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 承诺仅将核武器用于防御目的 而人们对北京军事姿态的担忧日益加剧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 将于明天1月4日在美国纽约举行 联合国五大核武器国家 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领导人 于今天共同发表了 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 该联合声明表示 我们坚信必须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 我们确认核战争打不赢也不能打 法新社评论认为 这五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的举动十分罕见 这一声明发表在即将举行的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查会议之前 签署于1968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旨在禁止核武器的扩散 根据今天美国白宫发布的英语声明的文本 这世界五强撇开了目前导致中俄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的分歧 共同表示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和降低战略风险是我们的首要责任 声明还称 鉴于使用核武器将造成影响深远的后果 我们还确认核武器只要它们继续存在 就只能应用于防御震慑侵略和防止战争 俄罗斯为此次声明发出动议 克里姆林宫表示 欢迎五国声明的签署 并且称希望此举有助于缓解全球紧张局势 俄罗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希望在当前国际安全局势严峻的背景下 同意发表这样的政治声明 能够有助于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 克里姆林宫还表示 莫斯科仍然认为核国家之间有必要举行峰会 而中国方面则称 该联合声明能够在五个核大国当中增加相互的信任 今天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接受媒体采访 这是五国领导人首次就核武器问题发表声明 体现了五国防止核战争的政治意愿 也发出了维护全球稳定 减少核冲突风险的共同声明 该联合声明的发布 正值美国国防官员近几个月发出的一系列警告之际 这些警告称 中国在军事技术方面的进步 包括核导弹库的规模和范围 正在成为美国军队面临的严峻挑战 五角大楼去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 中国已经扩大了陆地、海上和空中的核能力 估计到2027年 中国可能拥有多达700枚可交付核弹头 到2030年至少可以拥有一千枚 美国军方最高将领马克米利将军警告说 中国最近在高超音速导弹技术方面的进步 代表着军事力量平衡的根本性改变 这迫使美国完成技术准备方面的类似飞跃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伯格也对中国的核能力表示担忧 9月份他提到中国建造的新的导弹发射井 这可以显著提高中国的核能力 斯图尔滕伯格9月份在哥本哈根举行的 北约军备控制会议上说 作为一个全球大国 中国在军备控制方面负有全球责任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和前任总统川普领导的强硬中国政策 促使北京优先发展军事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政策项目的高研究员赵同表示 中国的军事崛起伴随着西方国家在人权 民主价值观和国际规范等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加剧 这些事态发展使得中国领导层得出结论 中国面临着一个新的地缘政治现实 那就是北京认为西方国家在故意制造麻烦 编造借口来妖魔化和遏制中国 他补充说在核武库方面 中国除了传统上更加注重质量之外 更愿意在数量上进行投资 自11月份以来 拜登政府已经将数十家与中国军事有关的中国公司 列入了贸易和投资黑名单 同时上周四 拜登警告俄罗斯领导人普京 缓和与乌克兰的紧张局势 否则将付出严重的代价 中国的房企恒大集团的股票今天在开市前停牌 公司称将会刊发一份包含内幕消息的公告 而在同一时间媒体报道 恒大在海南的人工岛住宅项目海花岛的39状住宅楼 因为许可证被撤销 被海南监管机构勒令在10天之内立刻拆除 香港联交所称 与恒大集团有关的所有结构性产品 也将同时暂停买卖 停牌之前恒大集团上周五收市报1.59港元 过去一年已经累计下挫89% 昨天一份海南省丹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发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在网络流传 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称 丹州信衡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位于丹州市白马景镇 海花岛2号岛的项目 共建设39栋楼 总建筑面积近43.5万平方米 因违法取得的规划许可证已经被撤销 依据规定 责令该公司在10天之内 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 如果逾期不拆除 执法局将会依法组织拆除 而这家丹州信衡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就是恒大集团100%持股的子公司 拆除规模如此之大 整整39栋高楼 时间又如此之短 集体爆破可能是唯一的方法 恒大的海花岛项目 号称世界最大人工岛 是由三个独立的离岸市岛屿组成 号称由600多名国际建筑设计大师操刀设计 这批楼盘总共约43万平方米 是丹州人工岛上的三个开发项目之一 位置距离海南省会海口市有两个小时的车程 按照目前单价1.9万元来算 总价值约80亿元人民币 再加上庞大的拆除和后续费用 对负债累累的恒大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恒大在2012年启动了海南海花岛项目 并表示到2019年已经投资了约1600亿元人民币 用于填海并且开发三个人工岛 但是2019年该项目被发现 先斩后奏 没有办理环境评估文件 造成大面积珊瑚礁和白蝶背被破坏 恒大被罚款2.15亿元 2020年12月23号 丹州市新市长新官上任三把火 直接点名2号岛的这39栋楼 要求全面停工并且收回了预售证 至此恒大海花岛项目烂尾已经有了预兆 当时政府表示 所有的39栋建筑物都将用作酒店、办公室、宿舍 并且为人才提供经济试用房 而现在却面临集体拆除 网友表示 虽然应该惩罚恒大先斩后奏 但是期间给恒大开出各种许可证的政府官员 是否也应该受到惩罚 另外市场人士表示 尽管海南项目在恒大的全国战略中不是一个重点项目 但是它的拆除会对市场信心产生重大影响 一位恒大理财产品的投资者表示 害怕恒大的更多项目被拆除 届时恒大将用什么来支付我们 恒大财富管理在上周五表示 恒大逾期的理财产品将会先付本金 所有投资者每月可获得8000元人民币 直至二月份 这与恒大财富在早些时候公布的还款方案完全不同 恒大原本承诺在产品到期当月支付10%的本金和利息 并且在此后的每个季度再支付10% 理财产品分析师表示 这基本上意味着需要100个月来偿还债权人 而到那时候 恒大基本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包含恒大在内的整个中国房地产业 2022年将会面对更加高额的当期债务 英国卫报报道称 根据野村政权分析 在2022年前三个月 中国的房产商还有198亿美元的离岸债务要还 这几乎是2021年最后一个季度 应支付的102亿美元的两倍之多 而到了2022年的第二季度 中国房产商也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 他们还有185亿美元的债务要偿还 伦敦分析师表示 对中国来说 恒大危机更加关键的问题来自对外来投资的影响 恒大危机可能会影响全球的风险偏好 影响外来投资 外国人会担心中国偏袒本地债权人 而境外债券持有人将会受到损失 这会让人们意识到借款给中国的风险 从而令中国公司借款成本大幅上升 最后来关心西安疫情的最新情况 1月2号西安市总共报告了90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这是近一个星期以来西安新增病例数量最少的一天 但是在同一时间西安市有两名高级官员被免职 据西安晚报1月2号报道 西安市燕塔区委书记王斌 燕塔区委副书记崔诗月被免职 二人上任军事一年左右的时间 报道称 省委这一决定是为了进一步加强西安市燕塔区 疫情防控工作力量 被免职的王斌崔诗月 是燕塔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总指挥长 他们被免职的同时 西安省委书记刘国中 在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强调 燕塔区高新区等重点区域要吸取教训 尽快扭转被动局面 从12月9号至今 西安省全省已经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690例 其中西安市1663例 上个月根据中纪委和监察部网站介绍 已经有数十名西安官员 因为在防控疫情方面工作不利而受到各种惩罚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